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无需锅和盘 树叶怎样充当制作鸭子的烹饪工具 拿起来稍微这么一捏 这一捏确实是比刚才软很多 泼水节期间制作了猪肉菜肴 为何要用树皮来搭配 射嘴里又苦又涩 那咱用这个它能调好味儿吗 来吧 摁住它 味道调查员带您走进云南省井谷 歹足遗足自治县 探你独特的香煎美味 在井谷 蓝苍江 微远江 小黑江 奔流于青山峡谷和盆地之间 充足的水源孕育了丰富的物产 众多鱼仙丰富了井谷人的餐桌 据说这里有一道歹足人 代代相传的鱼类美食 有着歹足看家菜的美誉 那么这道美食究竟是什么 井谷人又会有怎样的 独特烹鱼之道呢 要想一探究竟 首先要找到一个人 漂亮 太好了 大哥这个臂力惊人 我感觉 您这个臂力应该就 全是肌肉 对啊 对啊 经常打 经常打 就用这个地方这个肌肉 打陀螺是井谷村寨盛行的 群众性传统体育活动 被列入第五批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项目名录 黄发奎大哥 是当地的打陀螺高手 他告诉味道调查员 自小练就的毕里 不仅用在陀螺比赛上 还和鱼与有关 这是怎么回事呢 他说你拿个杆 这怎么捕鱼啊这个 就是打鱼 赶鱼赶鱼 它就往那边 跑去就去告鱼王 就打是怎么打的 我看 这么大水花 这样水花 它就 对对对 这么打呀 这样打 我还以为我们拿这个杆 准备冲盘滑走了 就这么打是吧 对 诺扎杜库去鱼先丰富 黄大哥拿出一张鱼网 在水面展开拉平 接着 他将竹筏滑到了 离网极米远的位置 开始敲击水面 一时间水花四起 这个捕鱼过程看似简单 实际上是对碧力和耐力的 双重考验 敲击了三十分钟 也没见黄大哥要停下来的意思 黄大哥 打了半个小时了 咱还打多久啊 要打一个小鞋 哎呦 天呐 我这个手啊 已经快没知觉了 因为这个打下去的时候 手会震一下 震的是手都麻了 这都不需要一点碧力 这需要很多碧力 这样打呢 其实就是为了把这个鱼 赶到我们刚才布的这个网那儿去 是吧 是是 对的 黄大哥说 用竹竿敲击水面 可以使水底产生震动波 从而让水底的鱼 受到惊吓 冲上鱼网 只有经过较长时间 较大范围的敲打 才会有可观的渔火 上鱼了啊 上鱼了 上鱼了 大家看 嘴还在动呢 你看 嘴在一张一张 非常活 非常活 哎呦 太好了 又来了 又来了 又来一一挂这一条了 螺飞吧 螺飞这个鱼 螺飞鱼 螺飞鱼 看它今天就是收获的一天 又来了 又来了 来来来 好嘞 我要抠住嘴 来 大家看一看 我们今天的收获 我们怎么全是大鱼 没小鱼 这个网我们是中文拿大鱼的 小鱼就钻进去 其实不挂一些 那这个咱们就拿回去 准备烹饪了 鲤鱼 螺飞鱼 都是云南常见的鱼类品种 炖汤最能吃出鱼的鲜美味道 鱼肉蛋白质的鲜味 在热力的催化下 被彻底激发 更加下饭的吃法 则是裹上荷叶清蒸 再用一大勺滚烫的汤汁 奏响美味的乐章 那么今天捕到的鱼 又将如何制作成看家菜呢 黄大哥的表妹杨梅 接过了这个任务 自小跟着父母学习做菜 杨梅有着一手好厨艺 可到家半天 杨大姐连米饭都蒸熟了 鱼却丝毫未动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我看咱们在桌上放着米饭 放着这个活鱼 放着这个盐 您不会是要给我做生鱼片吃吗 怎么可能给你吃生的呢 我要给你吃的是我们 歹族最有特色的鱼 那米饭这主食啊 这放着有什么作用 米饭在这里它不当主食 我们用它来做原料 原料用 米饭如何能成为鱼的烹饪原料呢 杨大姐说 这道菜名叫腌鱼炸 是一种我国古老的腌制食品 将鲤鱼去鳞后长快 先用食盐反复搓揉按压鱼肉 让鱼肉缓慢脱手 再用大量清水清洗米饭 分离其中的汁链淀粉 去除粘性 而在两者混合前 还有一个最关键的步骤 必不可少 这米饭为什么要先腌一下呢 直接跟它和在一块不行吗 要分开腌的话 它才能够入味 如果说你护在一起来腌的话 可能这盘鱼会飞了 那这样一碗米饭的话 就放两勺盐 为什么呀 如果米饭多了会怎么样 米饭多了的话 它就会变瘦了 那整关鱼就飞了 那少了呢 少了的话 它就不会发酵了 然后盐呢也得是适量的 盐上的这个防腐 它不坏 你就可以了 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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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这三个是味道比较冲的 对 垫底 然后再放这个南瓜紫面 这个是芝麻面 为什么最后放这个糯米粉 原形变大了 这些还可以入味 哦 明白了 就是相当于这个糯米粉 直接把这个给阻挡上了 对 好了 那这样咱们就给它一拌就行了 糯米的醇香 与芝麻的坚果香环绕缠绵 很快底层的辛辣 汹涌袭来 滋味繁复 不过在杨大姐的家宴中 它还要搭配另外一样美味 腌制的酸笋 酸味极强 在菜籽油的助力下 大量乳酸挥发 与鱼炸上的糯米粉 辣椒等香料 衍生出新的风味 这两种酸结合在一起 反倒是形成一种 很独特的这种香味在里边 此时 家宴的另一道压皱美味 油鳞鱼也即将登场 鱼骨通过热油的反复浇淋 变得通体酥脆 再浇上一勺油辣子 唤醒味蕾 足以成为家庭的味觉记忆 杨大姐 今天咱们这个 先尝一下 基本是围绕鱼肉展开的 我们也是从小家里面 父母就会做 然后我们也学会了做 它是我们逮族的看家菜 颈骨 气候湿热 淡水鱼不易储存 人们将吃不完的食材 转化为酸辣开胃的美味 更易于长期存放 烟鱼炸也由此成为 歹族人代代相传的看家菜 看似简单土素 却凝结着歹族人 筑藏的烹饪智慧 酷似豆匣的食材 当黑料 还要用特殊的树叶来烹饪 新奇的组合会为鸭肉 塑造出怎样独特的口感 味道非常突出 而且我在这个鸭肉当中 没有吃出一点点的腥味 酸是歹族美食的味觉标签之一 不同于贵州 广西等地 以发酵为主的酸味调料 井谷人更喜欢在烹饪中 运用水果本味 酸母瓜 酸多液 柠檬 都能与不同的食材交融 幻化出复杂多变的酸爽 据说这里有一道地道的 传统菜肴 一种奇特的豆匣 居然是其中的调味担当 除此之外 这道美食的烹饪工具 竟是树叶 临近周末 为迎接住校的女儿 放学回家 桃花大姐开始忙碌起来 沾入着女儿最爱的这道美味 先看看在水库中下好的王 会有什么收获吧 来 看看成果怎么样 挺重的 这么多虾 大姐 这里面这么多小鱼小虾子是吧 对呀 今天收获还不错 真没想到 而且别看它体积小 它个整个都是活的 咱们今天看来就是要吃虾 我们要用它去补鸭子 补鸭子 这鸭子不一抓就抓上了吗 还用虾补吗 我们这里的鸭子很特别的 飞得特别严 陶大姐要捕获的鸭子 叫做文山翻鸭 肉质细嫩 最大的特点是飞行能力极强 如何抓住它 陶大姐自有妙招 她拿出几个塑料瓶子 喷上黑漆 随后又在平身做了加工 放上新鲜的小鱼小虾作为诱饵 可是这个简单的小装置 真的能补到鸭子吗 你看 它应该能闻见那个味儿是吧 闻得见的 闻着味儿就过去了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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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上要吃 来了 走 走 冲 来吧 摁住它 你看 跑不动了它 怎么样 桑姐 这边鸭子可以吗 可以 相当肥 你看 毛色很鲜亮 然后身上这个羽毛摸起来也挺顺的 而且体型很大 这个挺好的 你看它嘴里都在动着 很活 鸭子 几乎所有菜系的大厨 都不会拒绝这种美味 成都的冒烤鸭 融合了烤 卤 冒的制作工艺 脾脆肉嫩 麻辣八十 都江燕的八宝葫芦鸭 制作工艺繁复 鸭皮油润红亮 内馅鲜嫩多汁 那么桃大姐又会将翻鸭 烹出怎样的花样呢 她让味道调查员带上了竹竿 来到了一棵 接着类似豆莢的大树下 这里就藏着制作鸭子的灵魂 很配料 加工鸭子用的 上面就行了 可以了 满地都是这个 来看看 这个东西感觉长得像豆莢似的 皮是脆的感觉 里边像花梅似的 非常非常酸 大姐这叫什么 酸饺 酸饺 这个跟鸭子组合在一块是能提味吗 对很特别的一个调料 这个不能多吃吃多了 牙倒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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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包烧鸭 陶大姐还制作了另一道歹族传统菜肴 胡虾煸炒至表面金黄 点燃它的美妙滋味 还需要加入姜蒜 辣椒 香鸟 柠檬等 让鼻腔和口腔形成立体的感受 提神开胃 陶大姐是不是每周都变着发的 还是做好吃的 是啊 就笑了 一个星期就回来一次 我们肯定想着他爱吃什么 我们就尽量给他多弄点什么 小朋友喜欢吃妈妈做的哪道菜啊 包刷鸭子 果然咱们秩序相同 我也是 味道非常突出 而且我在这个鸭肉当中 没有吃出一点点的腥味 尤其是我们这个酸饺 它提供了一点点酸酸的这个味道 又能解腻 又能提香 一桌佳宴 看似朴实 却饱含夫妻俩对孩子细数不尽的关爱 润泽着幸福生活 树皮 瓷片和筛网 五花肉 里脊和猪皮 井谷人制作猪肉菜肴 究竟有哪些与众不同的方法 破水盐呢 是歹地的新年 已经开始了 我已经感受到歹族人民的热情了 今天不管我被破得有多惨 我都会很高兴 因为这是他们对我的祝福 不过太冷了 泼水节是歹族一年一度最隆重的节日 人们身着歹装 走上街头 跟随盲罗和象角古典翩翩起舞 互相泼水 传达着对美好生活的祝福 泼水节呢 肯定全村都会准备 各种各样的美食大餐 我今天一定要有口福了 别跑 别跑 当地人告诉味道调查员 每逢重大节日 猪肉菜肴总是必不可少的 其中有一道复合味形和口感的菜品 正是这里宴席的核心竹菜 据说它的至真美味 竟然和一种树皮密切相关 要想破解其中的门道 就要先跟着有着三十多年 从属经验的周学观大叔走一趟 按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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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这一头 至少得五个男的才能按得住的 要不然根本就不行 太大了 在周大叔的带领下 菜品有条不紊地准备着 为了保证速度 要先用大锅将肉糊熟 再进行下一步制作 周大叔说 这道特别的猪肉菜肴叫橄榄生 要用到源于一种树上的特殊配料 大叔 这什么树呀 橄榄 橄榄 然后现在这个歌来了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是吧 橄榄树 那我看这树上就三棵果子呀 咱用这果子是不是太少点了 我们不用果 我们建议用树枝 好嘞 大叔 这就是这树枝 这个怎么当调味料啊 咱刮点看看 灰热枝尘不要 只用粒粒枝尘 给味道 减弱版的薄荷的味道 没有薄荷味那么冲 有点涩 能吃啊 能吃 吃到嘴里又苦又涩 那咱用这个它能调好味吗 调好味 众所周知 猪肉菜肴做法多样 广受欢迎 在江苏苏州 人们将大块五花肉做成酱方 脂肥高润 在四川成都 坛子肉成为爸爸宴上的当家菜 滋味浓郁 酥烂软木 在浙江海宁 酱香十足的钢肉 让人直呼过瘾 而在云南景谷 人们为何用橄榄树皮 制作猪肉菜肴呢 接下来周大哥的操作有些不同寻常 用碗刮 用碗刮 为什么用碗刮 咱不是拿刀就能刮吗 它有金属啊 有这个金属那个味道 所以用碗 这个碗我看是一半的啊 就摔了一半之后 这个有锋利的这个里面 是 咱就试试 这层把它刮丢 这层不能吃 这层不能要 这层要刮丢 那绿色的这个其实就能吃了 你看这个绿色的刮掉之后 里面还是有点发白 其实 刮到白的时候就不要了 我们要的就是这层 特别绿的这个皮是吧 那这个粉末其实吃起来挺色的呀 这个怎么才能吃起来 它不色呢 不怕 这我有办法 你有办法 行 要想苦涩的树皮变身美味 还需进一步的制作 充分冲倒 树皮纤维变得细致松散 反复过筛 以保证口感细腻丝滑 一切准备就绪后 就到了猪肉登场的时刻 周大叔竟然选取了五花肉 猪皮和里脊肉 等三种不同部位的食材 这其中又有着怎样的讲究呢 周大叔 咱们现在切了这个三盘肉 是要跟这个橄榄薯皮 一块做三道菜吗 一道菜 做一道菜 猪皮更脆 酥油更嫩 五花肉烤出来更香 那咱们先处理哪个 先处理这个 瘦肉 这不用烫很久吗 不用烫久 就是断生就久是吧 剁碎了猪里脊 在九十摄氏度的热水中 超烫断生 保持嫩滑 三肥两瘦的五花肉 切成薄片 制烤出油脂的香气 浓郁鲜美 而最费时间的则是猪皮 要在废水中煮上二十分钟 让其胶质 缓慢收缩 变得弹性十足 晶莹剔透 接下来就要揭秘 猪肉如何跟橄榄树的 树皮粉结合 现在能吃吗 可以 来咱们现在用这个五花肉 蘸一点点橄榄树的树皮 尝一尝 还真就 还真就不错了 而且增加了 它这个肉的香味的同时 又把这个橄榄树皮的 这种清香的味道 跟肉结合到一块了 虽然说我拿这个肉 蘸了这个橄榄树皮 吃起来是好一些了 但是感觉还是口感有点干 用这米汤 米汤啊 将猪里脊 五花肉 猪皮和橄榄树皮粉 充分搅拌 猪肉的油脂香味 中和了树皮粉的色味 为了滋味和口感达到平衡 还需要多种配料来调和 加入食盐和辣椒粉增加底味 花生碎带来纯香滋味 冲倒的小米辣 盐碎紫粉注入辛辣味道 而这碗白色的米汤 更是让橄榄树变得油润光滑 延长了风味在口腔的筑流 加入椰韭菜 刺盐水和香料 去腥增香的同时 沉托出猪肉的香味 橄榄生制作完成 周大叔说 歹族人食用橄榄树皮的历史十分悠久 在粮食不足的时候 橄榄树皮剁碎后 曾荡成配菜食用 是有效的食物补充和调味剂 当地有一种说法叫剁生 现如今 这道菜已演变为当地的食令美味 除了橄榄生 其他菜品也一一制作完成 水肠油炸后 里外焦酥 滋味醇香 大块的五花肉 吸收了卤汤的精华 滋味浓郁 光泽油亮 排骨在红糖的渲染下 变成泥仁的焦糖色 爆香酥脆 猪头肉在香料 野韭菜等一种香料的排列组合下 酸辣入味 呈现出歹足独特的风味色彩 而这一种菜品的制作 都是为了这场在泼水节上 举办的特殊宴席 百家宴 上菜了 泼水节每张每副都要 送来一两道菜 大伙一块吃 那我能尝尝各家做出来的 不同的风味了 百家宴是各村寨 增进交流和友谊的盛大聚会 它用美食承载祝福 用情意 凝聚幸福 这是大家送来的祝福 每年都这样 代表着我们这是过节的一种团结 喜享如意 逮足饮食中 看似随意的搭配 却源自独一无二的自然风土 腌鱼炸的鲜美 是时间赋予的至真美味 是景古人珍藏的幸福滋味 酸脚包烧鸭 是平淡生活里的精彩 是伴随成长的美味惊喜 橄榄生 把各色末路相逢 又殊途同归的食材 汇聚一起 是歹族人对食物的别样理解 更是相邻和睦的最好助角